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大家新年好 今天是我们第二十五次的佛学答问 首先 有中国同学的提问 有六个 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何时在中国建立佛学院 这个事情不能问我 佛法常说 佛法应远深 凡事要有缘分 缘分具足了 这事情就很容易成就 缘分要不具足 这事情就不能成就 实在讲 佛学院是一个行事 行事并不重要 实质比行事要重要的多了 凡是着重实质的人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古今中外 我们看到很多例子 这个设置就是我们根定一个老师 认真地跟他学习 就会有成就 那么这个老师不一定是现代人 也不一定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 我们跟外国人也可以 我们跟古人也可以 比如说孟子 孟子成就了 孟子跟谁学的呢 跟孔子学的 可是孔子是已经过世了 他怎么学法呢 读孔子的书 孔子的书流传在世界 人虽然过世了 书留在世界 他就非常认真努力学习 中国自古以来教导我们的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你一生都不改变方向 不改变目标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所以孟夫子当年遇到有疑惑的问题 就向孔子的学生请教 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还有不少在世界 他向他们请教 结果说孔子的学生没有集成老师的道统 被孟子集成了 所以今天我们讲孔孟没有讲其他的人 你就晓得 重设置不重形式能拯救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佛学院未必能处得了人才 但是你要是真正认真学习 你一定能拯救 这是孟子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为古人的四叔弟子 他真成功 中国人尊称孔子为智圣 称孟子为亚圣 今天讲到儒家讲孔 你看不讲孔爷 不讲孔曾 曾子都往下面拍了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用这种方法成就的人很多 几乎劣带都有人 你像汉朝的司马钦 他学左传 学左丘民 左丘民是跟孔子同时代的人 那已经差好几百年了 向古人学习 学左专 杜左专 杜左专 成为一代的史学家 中国历史从他开始 这《史记》也是他写的 那么唐朝的韩语 韩语学司马钦 那学什么 就是学《史记》 一生专攻《史记》 他成成名了 唐颂八达家 是排名第一位 都是跟古人修 所以 精人找不到好老师 找古人嘛 所以我早年的时候也常常讲啊 建议大家了 你们跟阿弥陀佛修 那哪有不称佛的道理啊 阿弥陀佛在哪里啊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了 天天都无量寿经 天天呢 学无量寿经 那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 那这个老师 当然就找不到第二个了 我的老师介绍我 要我学《阴光法师》 我教你们学阿弥陀佛 你们的老师比我老师高明多了 我没有自私 我介绍的是最好的 《无量寿经》上所讲的理论 你都明了 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 《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 你统统都能够依教奉行把它做到 你就是阿弥陀佛第一传的弟子啊 这比哪个佛学院都高明啊 所以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道理 认真学习 做佛的弥陀弟子 你想想看 最后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阿弥陀佛真正的弟子啊 他怎么会不来接应的 毫无疑问的 要认这个做老师 那么修学进途 一定要守住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基本的要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过清淡一点的生活 苦一点的生活 好 好在哪里呢 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 你真的想走 生活过得太舒服了 就不想走了 到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应 你还舍不得这个地方呢 那就去不了了 所以佛教我们以苦为师 生活要过得清淡一点 一定要持戒 持戒一定要从弟子规下手 弟子规是戒律的基础 这个是一定先把它做到 然后十善一 三规五戒 你就决定没问题 那么在家同修 有这一些戒型的基础就可以了 那就决定在我自己 出家同学呢 还要加一个沙米略义 十戒二十四门为一 由下面基础这个不难 很容易做到啊 这个样子修行就行了 第二个问题 他说听说你在山东要建立一条隆地学校 不知何时成立 由此一说 但是学校哪一天能建立呢 也看一眼 不过山东省 这个省里面呢 跟这个县市的领导都非常热心 很希望能把这个学校促成 可是办这个学校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我们会全心全力去做 中国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 非常优秀的老师 他们对于传统文化 对于孔孟这个学术 也非常欢喜 也有相当的认知 那么大家同性协力了 我们可以协助他 把这个事情做成功 那么我想明年呢 看看缘分 也许明年的时候 有缘分了 就可以开始了 那么我们的理想 这个一条龙就是从幼儿园到大学 如果要希望学生不舒养 能够好好的栽培他 那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帮助他 走到大学 那么学生呢 幼儿园的学生不必住校 但是小学了就要出学校了 要接受老师的这个管教了 那么当中不收插班生 没有插班生 年年招生呢 都是招幼儿园小班 那是把他们带上去 所以老师就变成保姆 老师第一个条件 就是百分之百地做到地质规 你才能教他了以身作则 这个老师教的什么时候呢 就是一辈子就是带着一半学生 从幼儿园带到研究所 学生年年升级 他自己也年年升级 当然到中学到大学 他去其他课程 我们会聘请老师来教 能力道的这个课呢 是他教 他从小教到大 把学生教到这个研究所毕业 我们是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在求学这个期间当中 换句话说 从小学你上学了 一直到大学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这当中你不能回家 也没有放假 你要回家 也探亲 也放假全部就完了 统统被远污了 所以这个学校有它的特色 恐怕孕以来上学的人 不会太多 等于是送进去 小孩送进去 一年级送进去 差不多到将近二十岁 才能回家探亲 这是很长一个阶段 但是这个家长 家亲眷属可以到学校去看他 他不能出学校 他不能离开学校 我们是这样一个想法的 第三是许多家长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上这个学校 成就圣贤得行 集成圣贤四耶 现在这个学校 没有建成之前 应如何教育孩子才能抵御外界强大的诱惑 那就是教弟子规 弟子规一定是父母 大人跟儿童一起学 才能产生效果 如果是只教小朋友学 大人不照做 小朋友会怀疑 你教我做 你为什么做不到 所以效果就没有了 一定要从本身做起 所以我跟诸位同学说过 弟子规在过去不是儿童的扩盆 不是的 弟子规是父 做父 从小孩出生 你就这样做 让小孩 他虽然是小孩出生三四天 他眼睛睁开就会看 耳朵就会听 虽然他不会说 他已经在接受教育 耳朵默然 三年到三岁 他就很懂事 就有能力辨别 是非善无 就有能力 这个根就砸下去了 所以那是父母的表现 神教啊 那个不识言教啊 他都看到了 都学会了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法 他不知道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道理呢 那就是到学校去 老师再讲给他听 为什么要孝顺父母 为什么要尊敬长辈 那是由老师来讲解 他道理 他道理就明白了 可是在日常生活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少成如天性 习惯成自然 这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中国这样的 这是良好的家庭教育 中断了至少一百年了 断了三代 所以现在学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难度如何克服呢 就是全家人一起去 这个小朋友他自然就会很重视了 我的父亲母亲 甚至于还有祖父祖母 伯伯叔叔都这样学 那他就没话说了 这个才行 第四个问题说 05年有六位居士在道场打百日佛旗 饭量逐渐减少 至70天时 六位都是24小时念佛 虽有时疲劳会瞌睡 但基本上精神都很好 他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请问 我如何出现这个现象 这是在什么地方大佛旗 我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非常殊胜 至于 这个饭量逐渐减少呢 这是一定的道理 你要想到人为什么要吃饭 为什么要吃那么多 三餐不够还要吃点心 什么原因呢 所以你首先要懂这个道理 人身体是一部机器 机器要活动 活动需要能量 饮食就是能量的来源 像汽车啊 你要给他加油嘛 他才会跑嘛 可是能量的消耗 我在讲习给诸位做过很多次报告 我大概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发现 能量消耗啊 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大概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消耗在妄念上 他妄想嘛 睡觉的话做梦嘛 做梦的妄想没停止嘛 你说这个消耗量太大了 真正的工作 我们讲劳心劳力 消耗量多不多 都很少 正常的消耗 不正常的消耗 消耗太多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那么佛陀当年在世 生团里每天只吃一餐 日中一食 而且分量都不多 为什么呢 他妄想少 天天跟着释迦牟尼佛 佛陀在世是教学 这个我们得认识清楚 教学 教学 这个行道 行道 行道是把所学的东西在生活上去求证 心结心真 心结心真 就真 所以他心 是清净 心里面呢 只有真念 没有妄念 于是消耗量就少了 那么像这种情形 那么像这种情形 这个七十天 啊 饭量减少 甚至于七十天都不吃 做得到啊 那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啊 财色明师睡 我们叫五欲 佛经上还有个名词叫五盖 啊 盖是什么意思呢 把我们的真心本性呢 盖扶住了 障碍住了 这些东西 凡人有 甚人没有 他可以离开点 你看佛教我们五欲要断掉啊 五欲里头有饮食有睡眠呢 饮食睡眠也要断掉啊 这不是 这是病态啊 这不是健康状态啊 那健康状态的时候 人不需要饮食 也不需要睡眠 那才叫健康 那才叫正常 所以饮食跟睡眠都不正常啊 这个要知道 什么人 这个东西都断掉呢 你看那个心地达到一定清净的程度 世界呢 这不是初世界呢 初禅 修禅定呢 到初禅 初禅 省四界天 这五样东西都没有了 世界总共有十八层天 这十八层天里面 没有饮食 没有睡眠 精神够够饱满 非常欢喜快乐 由此可知 这个定功于神的人 补充的能量就越少 所以从前出家人一天吃一餐 经上记车 阿罗汉呢 七天吃一餐 一个星期出去脱博一次 披治福 那个定功比阿罗汉又要生一次 十五天半个月出去脱博一次 半个月吃一餐 功夫越往上去 消耗的就越少 一点点东西 它就能维持很久 一点点能量补充 就这个道理 实在讲这个道理 并不难懂 我们自己如果说是妄念少 他这个念佛念的功夫得烈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的念佛 能够支持七十天 七个七了 他功夫定力够了 妄想少了 所以他的饮食当然会减少 这正常现象 如果的时候 饮食还是要三餐 还要吃点心的话 虽然念佛不间断 妄想没断 那就是口念弥头心散乱 他心里还在打花枪 所以他消耗量还有那么多 如果他心清静的 那就不需要了 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第二个问题说 如何才能保持功夫不退 佛在禁教上常常教导我们 禁禁 禁禁就能保持不退 你要把禁禁这两个字搞清楚 要搞懂 禁不砸了 砸就不禁了 禁就不退 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能砸 夜门深入 常识熏修 就不退 那决定是夜门 搞多了的时候 会退转 因为你的心烈不能集中 那是没有法子不退转 所以不能学多 学很多东西 这个是吃亏的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你们刚才问的 我们想办一条能力学校 幼儿园大概也是三年吧 这个三年的教学就是夜门 夜门深入 能力道德 不夹杂任何东西 到小学呢 我们可以小学一二三年级 还保持着专义 能力道德 到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 加一点点科目 就是这个学校必须学得科目 但是我们这个加科目 比如说学国文 学历史 学数学 甚至于学外国语 我们都可以上 上怎么个上法呢 就像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 讲的四门科目 四个科目 我不会像现在学校 这个重点上这个科 下个重点又换了 那个学生头脑都乱掉了 我上科的时候 那么四五年 四五六 这个三年 六个学期 我们选六门科 一个学期就上英文 比如说过文 六个学年的过文 我用半年的时间 通通的念文 到下一个学期的时候 一个学期全念英文 我用这个方法 他不会乱想 他就想一样 这个效果肯定比现在学校有效 所以我们守住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一个指导原则 这个原则是祖师大的 几千年留下的宝贵教训 从前念思俗就是这个方法 你同时不可以学两门东西 同时学两门功夫 东西一定学不好 我们跟李老师 这个学经教 老师要求我们的就是英文 你想同时学两门经 他不教你 你到别的地方学 佛学院很多 一天可以学好多门 中安这个叫经经 现在人就是 学校里面功课排的那么多 我叫他做砸经 乱经 那个很砸很乱 他也进步 那个不经 佛门从前如是道三家了 所讲的真真是经经 这个道理要多 这才能保持功夫不退 第五是最近 最近由于老居士求往生 断食二十一天 有几十人助念 它下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 建佛来引三次 佛三次都丢下白纸一张而去 那这什么意思 佛丢了一张白纸给他 大家想想这什么意思 我们再看到第二个问题 我们再看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见到大莲花 这第一步啊 生根连地 莲花不能生起 在我们想的时候 念佛功夫一定很不错 有这么好的感应 那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肯定还有放不下的 没有能把这个世间的缘断尽 它还有一个根 但是有这种功夫 有这种现象呢 我们肯定 它虽然不能往生啊 来生绝不多我道 因为那个地上生莲花的 这就不会多我道 立不开地就是 立不开六道轮回 这个我们要懂得 劝它放下 再放下 有丝毫放不下 都不能往生 带业 是带续业 过去深重的业 不能带现在的业 现在的业是造成障碍 这个道理要懂得 这个道理要懂得 现在的业的时候 通通放下 过去深重的阿赖耶里面的种子 那是业障 这个我们懂得 佛经讲的太多了 阿赖耶里面虽然有业音 它们有语言 我通通放下 语言断掉了 语言断掉之后 那个业不碍思 这个可以往生 所以说带旧业 不能带新业 那他肯定 还有放不下 那这才造成这种现象 第三呢 老就是虽然未能往生 但之前身体不好 现在却异常健康 请问是否有换体之说 其中道理活在 这个 你说换身体吗 也能说得过去 这个其中道理活在 这个你看看 江本圣波斯水师业 你知道了 你就晓得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换身体 那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换 怎么换换呢 善念 爱心 江本圣就是实验的结果 爱跟感谢感恩 这两个念头 使水借尽显示出的 这个像非常之美 所有一切善念 都不能跟他相比 所以他告诉我 这个可能是宇宙的中心 不是没错 确实 你看看 你看看 所有宗教教学里头 都以这个为中心 中国传统的教育 父子有亲 亲爱 爱的教育 佛法就是慈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个是基督教 天主教跟犹太教 这三个教是一家人 他们的经典就是诸位熟悉的 新旧约 圣经 他们是以这个 犹太教是以旧约 基督教是以新约 天主教是新旧约度修 这变成三派 是一家人 曾经欧洲有几位 这个信徒 这是基督教信徒 我们偶尔在新加坡碰到 在一起吃饭 他们就提出问题 这三个教 你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你们三个教是一家人 犹太教是皇帝那一派的 皇帝那一派的 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的 基督教的太子那一派的 他一听了 哎呀你讲的很对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你们统统是一家人 但是三派 我说那像这个 这个伊斯兰教的时候 那是你们的亲戚 这是表兄弟 堂兄弟之类的 这统统都有关系 没有一个不讲爱啊 你看神经里面讲 神爱是人 上帝爱是人 古兰经里面讲的是 安娜确实是仁慈的 所以我说全世界的宗教 它的中心理念就是仁慈博爱 那真正做到仁慈博爱啊 你这个生理每一个细胞 都改善了 都改变了 所以我们中国 言语有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跟经常讲的 跟江本身的科学实验都相应 是人风喜似今生爽 爱心显出当然欢喜啊 学而实习之不宜悦乎啊 这是健康长寿 改变你的体质 也改变你的容貌 向随心转啊 又能使人老 如果你烦恼很多 妄念很多 很容易衰老 你全身这个细胞接近呢 都不好 你明白这个 你就晓得 这其中道理在哪里 你就明白了 嗯 第六 他说 以下了有关本院念佛的提问 一共有五个问题 第一 网络上有文章说 你对本院念佛法门不肯定 那么应如何理解一些本院念佛的人 和往生的现象 所谓本院念佛 这个是古大德 古来祖师大德提出来的 哪里会有错误 那么错在哪里呢 错在我们现在的人把它会错意思了 我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 讲过很多次 不但释迦牟尼佛 一切诸佛菩萨 硬化在九法界 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所有一切教学 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言经 通通包括了 所以华言一展开 就是无量无边的经论法门 像《大藏经》 那么多 有没有能够代表的东西 一部经就代表权葬了 华言 就代表了权葬 华言经还是很多 有没有更简单的呢 可以能代表华言经 有 无量寿经 所以古人讲 无量寿经 就是中本华言 华言看作大本体 无量寿经是中本 那你就晓得还有小本 佛说阿弥陀经是小本 小本华言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 那么大方广佛华言经呢 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 一套经是小本无量寿经 这个关系要搞清楚啊 你一层一层往里面去观察 你找它的中心 下老的本子 这个汇集本 有48品 哪一屏可以代表全经 最重要的代表全经呢 第六屏 第六屏是无量寿经的核心 中心 第六品是什么 四十八院 这四十八院 四十八条哪一条又是核心 又是中心呢 第十八院 于是祖师就提倡这个第十八院 叫本院念佛 第十八院说 一念深念 彼身净土 这个确确实实是不容易啊 你这样去找的时候 这第十八院展开来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 金教啊 真正把它的中心找到啊 那么用这个功行不行啊 行 但是你要晓得 第十九院跟第十八院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了 无论是三倍九品 共同的条件 你看三倍往生 无论上倍中倍下倍 一心三倍 佛怎么叫的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一项专念是第十八院 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月 如果只有十八院 没有十九月 你还是有问题啊 佛跟你讲的 我这是讲得清清楚楚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你只有一项专念没发菩提心啊 你差一半啊 那一半不能往生啊 再说个老实话 我发菩提心 没有一项专念 能不能往生呢 能 林明宗是一年十年 只能往生 他有菩提心 这话不是我说的 偶尤大师说的 偶尤大师跟我们讲啊 往生的条件是 能不能往生啊 在你有没有愿里 那在信愿之有 你有信有愿 就能往生 平位高下了 在持明功夫的身前 你念佛的功夫深 平位高 念佛的功夫前 平位就下 那么由此可知 信愿太重要了 信愿行是三自良 基本条件啊 祖师大师跟你讲 信愿行三自良 行的里面 你有信有愿 行的里面的时候 你抓住十八愿 这个行 如果你信愿都有问题 都成了问题的话 只有一项专念了 不行不能往生 要明白这个道理 祖师提的是对 为什么呢 念佛人有信有愿 这句话是劝你 劝你专心念佛 万元放下了 一心专念嘛 一想专念嘛 那就行 这个好啊 你很多不认识自己 没有接触过佛法的 你叫他 劝他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他相信 他相信有极乐世界 他相信有阿弥陀佛 他一点都不怀疑 有信有愿 真的想到极乐世界去 就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什么都不要 这叫本愿念佛 祖师提倡 没错啊 如果说支持本愿念佛 排斥其他的念佛方法 那你就错了 你就不能往生了 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你是自在回答 其他的法门都是佛传的 你一学这个法门 排斥别的法门 你就跟别的法门对立了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专一 你在那里 放佛 放法 放生 为什么 人家依照其他的方法 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 那你不赞成回报的时候 这个法是佛传的 你帮佛 那么尖叫是佛说的 你帮法 那依照那些尖叫修行的那些人 你毁谤他 你帮生 你毁谤三宝 怎么能往生呢 这个道理要懂 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说的 我修这个法门 对其他法门欢喜赞叹 通通都能成就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都要尊重 都要赞叹 都要理尽 那你就能往生 如果你制着你这一门 排斥别人的话 你就不能往生 这不能往生的原因 你毁谤三宝 虽然你自己信念念佛 但是你毁谤三宝 毁谤三宝能不能往生呢 不能往生 四十八院有 字字句句都要搞清楚佛不骗人 都是我们自己疏忽 把经文看错了 错毁了意思 所以我们不但是修净土 净土宗派也很多 每一个每一家门庭施邪不一样 一的经论不相同 你说这个这个无量寿金 现在流通的本子 九种不同的本子 你说哪个本子好哪个本子不好 不可以这样说 你喜欢用哪个本子 对你就是好的 九样东西摆在面前 随你跳雪嘛 任何一种都能帮助你往生 净土无精一论 还有观无量圣经 阿弥陀经 依阿弥陀经的人很多 阿弥陀经祖师所传的修学方法不尽相同 廉池大师的修操 偶叶大师的要节就不一样 一廉池的能往生 一偶叶的也能往生 没错啊 比如说念佛 大师念佛能往生 小师念佛也能往生 心里念佛不出生还能往生 所以这些这种方法很多 八万四千法门要知道 他的方向目标是一个 为什么佛设这么多法门呢 众生更新不一样 现前的环境 生活环境不一样 心爱不一样 所以说这么多法门呢 给你选择 选择的空间非常之大了 你一定会找到你喜欢的法门 喜欢的法门 学起来就容易 成就也快 也可靠 这是慈悲嘛 所以佛 《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 佛没有定法或说 应激说法 众生有无量根基 佛说无量法门 切记切礼没有不成就的 那么对于不同的法门 不同的宗派 甚至今天我们对不同的宗教 我们都是以一个平等心看待 以一个慈悲心看待 以一个恭敬心看待 这才能行啊 不可以排斥 不可以毁报 不可以批评 我常讲的 为什么不能批评呢 那都是圣人说的 你批评基督教 你想想看 你的德能 你的学问能超过耶稣吗 你不能超过耶稣 你就不要批评他 你不能超过释迦牟尼佛 你就不要批评佛 你不能超过孔子 你就不要批评就辱 批评是超过高过他 如果你没有高过 那你批评就有罪过 你如果觉得他讲的东西 你有怀疑 你不能够理解 可以存疑 所以说小意有小我 大意有大我 准许你提出疑问 来探讨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这个都是 读书做学问的 基本的态度 这应该要有 第二个问题说 是否可理解为 本院念佛法门 只适合某些根基的众生 譬如 只信佛理 不信自利的 这个比喻不必说 确确实实是不同根基的 所以祖师提出这种方法 那你要去有怀疑 你去探讨 他在什么时候提出的 他在什么地方提出的 当时跟他修学的是哪一类众生 他一定齐齐齐利 所以有很多东西 祖师的东西 是适合适合于某一个地区 适合于某一种更新 那么佛的东西 多半是比较普及的普及王 大众化 通通都有利益 第三是 如果任何法门不能救度他们 只有本院念佛可度 不是也很好吗 刚才我讲过了 我把本院法门概略的事讲清楚了 当然好 哪一个不好的道理 哪一个法门都好 闲教密教大臣小臣 没有一个法门不好 八万四千法门 平等的 不可以说这个好 那个不好 不可以说 只能说这个适合我的更新 我修学比较方便 那个法门对我的时候有困难 但是我们要赞叹 我们不可以批评 没有资格批评 我在九七年 三十年前 第一次到相关来讲去 那一次讲了一言 圣医法师 有很多法师 天天都来听啊 圣医法师听得很欢喜 通知他的信徒 都要来听我讲去 还邀请我到大鱼山去访问 那时候他在保林寺 保林寺后面小路要走路 车不能到 大概走半个小时 半个多小时到保林寺 禅宗到城 那个时候有四十多个人 禅堂里坐相啊 我看到非常欢喜 圣医法师要我跟大家讲开始 我就讲禅了 口头禅了 我虽然不是禅禅的 我讲口头禅了 赞参参参 回来的时候在路上 陪到我有几个居士 陪到我一起去 在路上就问我 你对禅那么赞叹 你为什么不参参 你为什么念佛了 来问我 我说禅高啊 我说禅高啊 禅根密度高啊 我的根基不够啊 我对他们很羡慕很赞叹 我学不到 我这种忠下根心的人 念佛能往生 禅禅我不会开悟 学密我也成不了佛 但是我走往生这个路子 能成得了佛 所以我对于参参的 对于学密的 那我无提头的 我非常尊敬 他们的善根比我深厚 赞叹 这就正确了 你看看《华严经》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五十三位善知识 都说自己不行 自己能力很有心 能学这个法文 别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超过我 他们比我强 你到那里去参访 这个要学 自己谦虚赞叹别人 这就对了 绝对不能说到人家禅堂去 禅难啊 净土容易啊 那你就麻烦了 是不是 人家跟这个法师 跟这个禅师的时候 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你到那里去把人家 把人家这个信念破坏的时候 这个罪过很重啊 所以是是 赞叹这个 所修学的方法 禅的方法 赞叹道场 赞叹老师 他们这个学生对老师 信心更坚定 更坚固 他会有成就 人家请我们将开始 要懂得这个规矩啊 如果你说 这禅不及静啊 静好啊 容易成就啊 禅难啊 你像这样搞法 那你就是要躲地狱了 佛没有教你 教你这种说法的 就是要懂 像这些基本的道理 我们在修学的时候 老师都说过 无论到哪个道场 一定是赞法门 赞道场 赞领导的老师 让他在那边学习的时候 大众对他信心啊 更能加强 这个就对了 决定不能够批评 第四的 修本愿念佛的人 如果往生 是不是如无量寿经所说 生到边地移尘 不会 那这是你也搞错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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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愿念佛 就是一 第十八愿 可是 我们同学 我相信你们呢 都参加过很多 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是我提倡的 在这么多年来的时候 过地方采用这个方法 大家来共修 明阳念力 三十七年的修修 是我们人跟其他九法界众生 一起修 你看中风禅思 这是禅宗大德 他里面讲的开示 对禁宗的赞叹 那这就是了不起的高人 他没有说禅 毕竟好 而且里面说得非常清楚 讲到性怨行 讲到怨 要依四十八愿 那我们的愿 跟阿弥陀佛愿同 同愿 同德 同行 这才能完成 那么我们 在讲《无量寿经》 讲四十八愿的时候 也特别提出 《华严经》上说 一节识都 多节识意 这个道理要懂 四十八愿 任何一愿 不要说是只有十八愿 它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 如果少一愿的时候 他这一愿就不圆满 愿愿便是一切愿 而是以十八愿为主 其他的愿通通都是他的职业 这就这样 如果是专门只学十八愿 其他的愿不要了 或者排斥了 你肯定不能往生 边地一尘也没你的份 这个道理必须要知道 你看这中风禅思的开始 所以一愿便是一切愿 要懂这个道理 一节识都多节识意 不能够分割的 但是四十八愿 你以哪一愿为主 这可以 有主修的 有选修的 像大学里面学 读书一样 我有主修的课目 有选修的课目 来帮助正修双修 以十八愿为主 其他的愿为主 那个座里头最重要的第十九愿 法不提醒 那这是不可也不知道 第五 他说 从我学收集到的本院 念佛法门往生即时看 宣导此法门的法师们 奉善导大师为终 对历代净土祖师 以及你的说法教导 也一样推崇肯定 是不是一些居士在推广中走偏了 把这个法门和其他法门对立起来 设取了祖师的初衷完全正确 所以一定要多了解 多读 你才晓得门门都是圆容无碍 不但佛法任何法门都能够融通 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现在接触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教 我跟他们交流没有一样不远通 哪一步哪个宗教哪个经典通通远通 所以我在新加坡 讲过天主教的玫瑰金 现在那个光碟在天主教里面流通 很多人很喜欢听 听听和尚讲我们的经典 怎么个狡猾 怎么个狡猾 那么您这个北京天主教的大主教 傅铁山长老我也送了一套给他 他也听了 下面是网络同学提的问题 有九个问题 第一个是请问英语 因是众生造作 缘又一和而生 缘也是众生造作 离开众生造作 因缘果都不可等 那么现在我们讲因呢 前身的造作 前身的造作是因 这一身造作的是缘 所以有前世的因 有经世的缘 在国报就限制 比如说前身 喜欢财不实 喜欢财不实 那是因 这一身当中呢 你经营求财的事业 那就是盈利失业了 盈利失业了 这是语言 那你就会发财 为什么呢 前世的因跟今世这个语言集合了 你的财源就滚滚而来 无论经营哪个行业 通通发财 经营的行业是语言 所以说如果前世没有修没有因 这一身当中 你做什么样营生事业 你都赔本都不会赚钱 为什么呢 没有因 这个要懂 修法不实 古报是得聪明智慧 修五位不实 古报是健康长寿 种什么因就得什么苦 过去生中种的是因 今生在做的是 古报 回现前 那么来生呢 那我们今生做的是来生的因 来生在做的时候 那又变成缘 因缘故是互相转变的 这就是佛门讲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何以不空呢 因果转变不空 因会变成果 果又会变成因 这个在植物里面 所以大家就能看到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种陶 那个陶和那是因 种到下面去了 它长成陶树 陶树又接陶就变成果了 因会变成果 果会变成因 这个是转变不空 循环不空 相续不空 所以它有这三个现象 因果有三个现象 转变 相续 循环 第二个问题是 四大皆空 一切都是空的 众生的身体意识也是空的 请问 法本为空 向何处求 我本无止 何来善我 如果你入这个境界 已经是法身菩萨了 这个不在设法界里头 设法界里面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有这个境界已经超越设法界了 可是 如果你只会抢 你还有自私自利 还有是非人物 那你还是六道终身 你还出不了六道路 必须是你自己亲正的境界 那你就超越什法界了 第三 请问如何对待学佛的逆境 如何将逆境变为增上缘 对待学佛的顺境又该如何 你这个问题 正是我们现在讲《华严经》的进行品 进行品里面四十页月 就是说把境界转过来 文殊菩萨讲 菩萨善用其心的 只能成就一切生妙功能 希望你好好地在进行品上下功夫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第四 是 居应光大师文朝三篇 佛 郭汉如居士疏远 妙事佛 弥陀佛手印相思 妙事是大三枚印 左掌在右掌上 弥陀记得是弥陀印 左掌在右掌上 而老法师讲点弥陀印 右掌放在左掌上 请问何者正确 你听应光大师所说的就没错了 这个手印确实是很相似 确实是很相似 但是我们不要执着这些 佛法破执着 就是利益切妄想分别之处 就对了 不要着重在行事 我们要重视在失智 失智 心尽在佛途径 就是清净平等俱 那么在禁宗里面讲的 信念行三字两 着重在这方面 这就好 印光法师文超 如果有这个缘分 多读非常好 非常有利益 第五 学僧家中供养的观世音菩萨 是女神形象 这个形象已经深深映入 学僧脑海中 经上说 净土无女身 请问平时修行 如临宗所想象的佛菩萨形象 呢 该如何统一 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分别 你要是分别的 这个统一就比较上麻烦 为什么呢 它本来没有凡所有相 解释虚妄嘛 到哪去统一嘛 所以分别统一 都是两遍 都是两遍 都是二法 那六祖说的 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所以要知道 这些高明的指导原则 我们不深分别性 观音菩萨 你说她是女相 也没说错啊 应一什么身得度 她就献什么身 应一妇女身得度 她就献女相 没错嘛 所以 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 你怎么同意法 佛菩萨没有定法可说 所以罚也无法同意 通通是随机说法 你看任人说得好啊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一切所说所为的 无非是破众生执着而已 啊 这是最重要的 纲理 华言 崔仙平说得好啊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争得 所以一切祝福 为众生说法 目标在哪里呢 目标是帮助众生破执着 啊 可是众生很麻烦 啊 这个执着破了 他又执着呢 你执着佛法 事法被放下了 又执着佛法了 啊 他总是要执着着 佛不是叫你还对象 是叫你破执着 啊 所以说 事处事件法 这个一切法都不执着了 你就证阿罗汉古了 啊 那你就证得正确了 啊 阿罗汉多罗山 妙三菩提 反正中国意思说 无上真正正确 啊 于事处事件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啊 就真正确 如果不再分别了 不但不执着 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 那你就是正正确 啊 我讲的不要大家好懂啊 如果说是 对一切法 事处事件一切法 六根根 解粗的 不起心 不动念 你成佛了 啊 华言经上讲 粗度以上的菩萨 那叫破一片无名 啊 我这样讲的是 注意好懂啊 不起心 不动念 起心动念是妄想 就是无名 啊 不起心不动念呢 是 是 法身菩萨 啊 那就是成佛 那这个我们在华言上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啊 啊 华言里面所讲的 41个菩萨界位 啊 那是什么呢 那是 根本无名的习气 啊 啊 习气啊 虽然都正得一阵法界 可是 无名习气啊 個人戴的不一样 啊 有情深不下头 所以才分41个阶级 啊 实际上有没有呢 实际上没有 啊 可是你也不能说没有 它真真有习气 厚薄不一样 啊 它真有 那个习气不碍死 那个习气啊 它不是物质 啊 啊 啊 也不是情绪 所以无论在精神面 在物质面 你都看不到 啊 它存在 它真有 啊 也没有法则破 只有时间 慢慢的是 时间长了 自然就没有了 啊 要多少时间呢 三安大阿僧七戒 所以三安大阿僧七戒成佛 成究竟圆满佛谷 啊 所以三安大阿僧从哪里去了 从原教初驻讲起啊 破无名 那时开始说起啊 啊 啊 这个在以前呢 那那那那修行的时间 比三安大阿僧还长啊 啊 由此可知 我们生生世世 都接触了佛法 都在佛门修行 啊 否则的话 你们在这个 两个小时走不住啊 你看我们大陆上上下下多少 他都不来 是不是 善根不够嘛 你能到这儿坐两个小时 就说明 你过去生中无量寄来 你在佛门中的身后善根 所以自己要珍惜啊 啊 那为什么没有成就呢 没能往生呢 就跟提问题的人一样 问题太多了 所以没有法子往生 哈哈哈哈 就这么个道理 你要通通放下 哪有问题呢 啊 有问题就是没放下嘛 啊 真放下了就不到这儿来了 不停了 啊 就没问题了 嗯 嗯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啊 啊 如果不是这个阿弥陀佛 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来了 啊 要是佛呢 你也知道 你也很清楚 啊 可是啊 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 是其他的佛 啊 其他的佛 就是不是阿弥陀佛 其他佛来说 你不要跟他去 啊 为什么呢 魔会冒充 啊 魔会变成佛菩萨的形象 来冒充 那你去了 你就上当 啊 魔 决定不敢变本尊 变本尊 本尊他犯法 护法神干涉他 啊 啊 护法神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他变其他的事了 护法神不管 啊 所以我们自己要懂这个道理 啊 那你要去的时候 护法神说 你 你善根不够 你信心不够 啊 你是要跟弥陀去往生的 结果释迦牟尼佛来接你 你也去了 那就算了 好 所以你去吧 啊 啊 这是错了 第六个问题 是为青少年讲 德行教育 或许他们听不进去 如果透过游戏方式来教育他 也许更能接受 不知道这个构想啊 是否如法 这个构想如法 啊 啊 所以现在我们 用这个电视剧的方法 啊 啊 来 帮助啊 社会大众 啊 那么 现在 在做这个 倫理道德了 英国的教育 啊 我们做了两个案子讯 那么 现在有同学做这个 于静异 于造神迹 啊 这都非常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做感应篇 啊 做案子全书 啊 还有一些同学现在发现在做地藏经 啊 都很好 第七个问题 根据历史的记载 请问 是否 当儒教啊 不受重视 则佛教衰 而儒教兴盛 则佛教也会兴盛 这个话讲的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是以儒为基础 啊 像盖大楼一样 儒是地基 没有好的地基 你决定见不起来 儒心 佛法当然行 啊 佛法心 儒为一定行 它有地基嘛 啊 这个是相福相成的 所以现在我们 为什么 极力提倡 弟子规 弟子规 是儒家的根 啊 没有弟子规 就没有儒 啊 中国古德 讲得很好啊 礼要失掉了 儒就没有了 戒要失掉了 佛就没有了 啊 啊 所以我们希望呢 如根佛 能够久住世间 啊 这个东西不能找别人 啊 求人呢 是求不到的 要求自己 啊 从我自己本身做起 才能够收到效果 啊 我学 弟子规 就是学理 啊 儒家的根 我学十善业道 就是学戒 佛法的根 啊 这两样东西是根本的根本 啊 啊 啊 那么有很多人知道 幽民界 鬼神呢 喜欢地藏经 啊 再告诉主 他们也非常喜欢 是山下道经 啊 所以一切呢 要从根本上修 啊 第二个问题 他说 请问科夫 按照《无量寿经》 和《地狱变相图》 来编排佛教游戏的罪情 可以 这都是好事情 啊 这个把 这个 佛法呢 以戏剧的方法 啊 用这种手段 达到弘法的效果 啊 古人就在做 啊 《大藏经》里面就有剧本 啊 叫做《归原进》 啊 你们看到《大藏经》上 《归原进》这部书 是用剧本写出来的 啊 写了三个故事 庐山慧元大师的故事 《永明言寿》的故事 《莲池大师》的故事 啊 三个故事 写成 好像是《平剧》 《平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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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舞台上表演的 mazい 第八个问题 师父《蒋经》是说过 我们的白天就是轨道的晚上 但又说我们的一个月是轨道的一天 请问连着是否矛盾 没有矛盾 是时差的问题 这个现在讲时差了 我们都有这个概念 是他 轨道他们的生活跟人道很接近 也很容易沟通 无论是古今中外 跟轨道接触可以说都相当的频繁 记录很多 那么白天阳气盛 他们受不了 所以他一定是藏起来的 藏在哪里怎么样活动 我们不知道 夜晚的时候 所以他们很容易出来 所以他们很容易出来 这是讲活动 他们的寿命比人长 这佛在经上讲的 这佛在经上讲的 墨鬼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 所以我们祭祖 所以我们祭祀贵神 多半在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祭祀 那么这就好像是我们人间的时候 这个早晨中午这样祭祀 他的寿命也是以像我们人间一年三百六十天 但是他一天是我们的一个月 墨鬼的寿命 短命的是千岁 长命的是万岁 所以这个地方去不得了 很麻烦 我接触过我们家乡的城隍 他是富在人身上来跟我谈话 告诉我他是我们家乡城隍 我就问他 我说你当城隍 当多久了 一万多年了 我没问他 是我们人间一万多年 还是鬼道一万多年 我没问他 很长 真是很长 他应该告诉我 他不想再做了 他是太苦了 太苦了 所以做城隍的时候也是做好事 也是弘法力深 帮助一些苦难的人 现在人都不听话 造作极重的罪业 很难劝他回头 所以他现在要跟我们一起念佛 也求生净土了 很好 最后一个问题 他是印族文朝当中有戒毒的药方 这用方一刺的红阳布 仅做二十四条 刺时先用筷子插布头上 弟子未曾试验过 但时下有许多戏毒受害者 是否可以大力推广 此药方以救世 也算佛教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这个事情很难 在从前可以 为什么 从前人信佛 信神 现在人信科学 这个东西 人家的人 这不和佛科学 所以 你虽然是好心 没有法自己受 科学并不是万能 现在这个世界上 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知道 专家学者很多 我们都谈论过这些问题 他有好的一面也有负面 那就看人怎么样去用科学 那这个人是伦理道德的修养 就很重要了 如果 需要伦理道德修养的人 用科学 那对人是有利的 如果没有伦理道德这个观念 科学对人类就有害处 那么我曾经听说 这个唐恩比博士跟这个池田对话当中 谈到这个问题 讲现在的医学 外科手术 他们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对伦理道德就很耽默 他动手术的时候 医生观念当中 这个是什么呢 就像实验室里头 拿着动物开刀 他一样的观念 他没有把你当做人看待 所以说是 对人的尊严 对人的这种爱心 没有 手术 是一段好事情 但是心情的时候 那是远远对落了 不像从前这个医生 从前医生的时候 爱心 他跟这个病人呢 能够合成一体 现在这个外科医生 很多说 没有这种观念 是把你看 跟动物没两样嘛 所以说有好处 也有不好处 这个我们都应当要知道 唐格米博士都是自己的 是我自己的 他说我还是希望有传统的医生 普通医生 现在这个西医都走向砖科 都是砖金某一门 但是人体也小的 哪一门都连带着整个身体 不能说眼科直至眼睛 把你眼病治好 他牵涉在别的地方 他就不管了 像分科分的很专 有利也有病 这样说起来的时候 还是中医比较好 中医把门的时候 你一个地方病 等于说你全身都检查了 所以他用药的时候 他会考虑到的时候 你影响到其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是有道理的 中医五千年的意思 可是现在也麻烦 因为大家相信科学 科学 科学批评中医是不科学的 于是中医现在学习的意愿 越来越少了 很少人在学中医了 实际上中医比西医 我觉得高明很多 年轻如果真的发心学医的 我们应当鼓励他去学中医 后面有四个问题 香港同学提问的 老法师称说 自杀的人必须找到替身才能脱身 如果我们遇到同一个地方 平平有人自杀 应如何帮助他们 这个找替身呢 是道教说的 那么在民间风俗 老人几乎都知道 凡是在这个狠死里面 现在最普遍的车祸 某个地方发生车祸了 以后借链不断的 就是在那个地方 找替身 找不到替身 他不能投胎 而且自杀的人 而且自杀的人 每七天呢 他要重复自杀一次 所以他非常痛苦 任何宗教都禁止人自杀 这是有道理的 那么遇到这种情形呢 无论是吊死的 佛毒死的 在他那个地方的时候 要做超度佛死 那么我们帮助他做超度佛死 当然最好是念佛 念佛给他回乡 或者有这个缘分的时候 给他做一堂三十七年 他就能离开了 这个是真正的可以帮助他 第二是弟子遗受菩萨戒 限于安劳院工作 有时必须为老人肉食 算不算犯沙僧戒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果报 这个没有 你是伺候病人 那这种肉食 肉不是你傻的 不是你傻的 也不是你在厨房里调配的 这个都与你无关系 你好好的去帮助他们 那么同时 这个自己念佛 持戒修行 那么你自己的形象 就会转变了 你的形象转变的时候 那些有病的人 不但有病的人 连医生都会向你请教 你是怎么保养的 你是怎么会有这么好 你就可以介绍给他 佛法他没有兴趣 健康他很有兴趣 所以这个是有助于身心的健康 这是素食 现在的肉食里面病菌非常多 很可怕 病从口弱 第三个问题 弟子近年来 觉得自己 昏沉的障碍越来越重 只要在家中 无论天经 扰佛 读经 总感觉极度疲惫 即使是拜佛了 都是爬在地上一下就睡着了 如果到道场 无论修学 或是做义工 精神都很好 这个情形到目前已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弟子曾为此失去了修学的信心 请问如何克服 那你说在道场啊 做义工很好 那你就来做义工吧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可是做义工 还不能够离开学习 只做义工啊 而不去学道 不去听经 那你就错了 因为这个道场 常年讲经 念佛从来没有中断 你在这个道场的时候 在你有空闲的时间 你就参加听经 参加念佛 这就更好了 在道场确实三宝加持 互发神 互持照顾你 不一样 只要你做得如法 那么你做一段实际之后 你回家去 这些毛病通通都没有了 这个是显示出自己业障中 那么这是一个消业障有效的方法 你要是能清楚的话呢 那你从这个地方去 你去建立信心了 你不会失掉修学信心 你会增长信心 人 在这个时代 一天都不能离开佛法 离开佛法 就造罪业了 在古代 古人常讲 三天不读圣仙书 面目可曾 今天现在这个社会 诱惑力量太大了 那能力道德没有了 正法没有了 你六根所切除的 都是写法 都是过法 你说多可怕 你要是不去观察 不去思维 你不知道啊 你细心意观察 再想想 比什么都可怕 那么这样的 这个社会状况 如果不能够改善 还是继续不断向下发展 唐恩比曾经说 很多有事之事怀疑 我们这个世界 还能不能延续到二十一世纪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零六年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 那么我想的时候 这二十一世纪这一百年 能不能维持这个世界 那些人力还能够生成没事啊 不敢讲 确实不敢讲 世界 世界 很多外国人讲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这是讲了几百年了 在西方 到现在有四百年了 法国人非常相信啊 他的大语言 我也看过 那么他说的 世界末日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两千年 一九九九年到两千年 世界末日发生 所以在那个时期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在祈祷 希望这个劫难能化解 果然没事 平安度过了 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 新加坡一位 天主教神学院的 听说是院长 跟大家就是说的说 这么一句话说 末日应该在这个时候发生呢 为什么没发生啊 有同修听到这个话来问我 我就告诉他 我说有道理 语言里面所讲的 是定数 是定数 这个劫难是定数 定数里头有变数 跟人的命运一样嘛 人有命运 家有家运 过有过运 整个世界有世运嘛 有定数有变数 如果全世界的人 这个时候多发了一个善心 善念 那就大幅度的增加了 所以天天又加减乘处啊 所以就平安度过 就能化解 可是这个一化解之后啊 这过了六年啊 现在这个世间人是有麻烦了 为什么呢 这都没有了 不相信了 这不相信 可以无过不做了 如果再不能够说是回心向善的时候 恐怕过几年的时候又又来了 如果人们都能够维持 像九九年两千年那样的虔诚 那样的祈祷 为自己祈祷 为自己祈祷 为国家祈祷 为整个人类祈祷 永恒保持 这个末日 这个末日现象就会没有了 真理会没有了 佛家讲得好啊 余保随着正宝传了 余保是我们所谓的环境 地球是余保啊 人心都像善 这个余保就转变成极乐世界 转变成花藏了 人心不善呢 这个世界真的会毁灭 累积严重的罪业 所以这个大语言里面 很多人在提出意见 它这个毁灭可能是核子战争 那么也有人说不一定是核子战争 是自然的这些灾害 地震 海啸 还有气候的变化 如果南北级的冰全部融化了 海水上升70米 沿海的城市都没有了 都淹到这个水里面去了 那当然最严重的是大阔的变化 那就有很多陆地沉到海底 也有海底一些新的陆地会升上来 我早年在美国看到美国有卖这些地图 就是2000年到2100年 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买了五张 搬家搬了太多次了 现在还剩了两张 大概有一张在澳大利亚 一张的时候 现在买不到了 在美国买不到 大概美国人现在因为灾难没有了 好像也不相信了 所以我剩下这些张 我送到北京 让他们给我复制 我复制了十张 复制的还可以 还不错 只是文字模糊一点 但是文字在网络上有详细说明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尽求 段无休闪 几个梦类的老师念佛求生见度 纵然灾难来了 我们有好地方去 我们没有恐怖 没有忧虑 没有恐怖 有好地方去 下面是有关魔王波寻的提问 第一个是何因缘故 魔王波寻与障碍众生成佛 魔王喜欢他的眷属多 一个成佛 他的眷属就跑掉一个了 这个就是自私自利 供高过慢 想控制人 这么一个原因 第二呢 魔王破坏政法九诸 使众生不闻政法多界沉沦 请问对他有什么利益 便利他的统治 便利他控制他的人民 他所统治的人民 因为你学佛一觉悟 你超过他了 他有嫉妒性 他希望你都不如他 你要超越他了 他就受不了了 嫉妒性很重 所以众生借口成佛将来魔王波寻 握爆夜尽 修正成佛之日 是否一切众生也圆满成佛 他修正成佛之日 也不一定一切众生都成佛 为什么呢 成佛毕竟是每个人自己修成的 如果魔王成佛 一切众生都成佛 释迦摩尼佛成佛 我们也应该都成佛了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释迦摩尼佛成佛 没有把我们都带在成佛 魔王将来成佛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也不能令一切众生成佛 成佛还是要靠自己觉悟 自己修行 这个道理要懂 佛在经论上 我们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我们自己持戒念佛 一教封行 求生尽土 这就是暴风门 这是我们这一次没有空过 真实的成就 好 现在时间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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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